我個人主張,我們整個醫療小組也完全主張是除罪特色 因為特色有兩種,一個叫除刑特色,一個叫除罪特色 那據我了解過去幾個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特色都是除罪特色 包括李登輝總統對於美麗島事件,這一群人也是用除罪特色來處理 阿扁總統時代也有所謂,我記得是楊如門,楊如門先生也是用除罪特色 那除罪特色的理由是因為扁岸自始至終都是屬於政治事件 那我想我最大的三個基礎理由是第一個,他違反了法學的最基本原則,法學ABC 第一個就是無罪推定,這個不成立 第二個程序正義,也不成立 第三個,當時只有藍綠兩個陣營,藍綠要同一個標準,也不成立 所以三個這個最基本的法學原則不成立下,我們認為這個扁岸是一個完全的政治事件 所以我們主張是除罪特色 不過黨內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那黨內有共識嗎 不好意思,黨內沒有討論這件事情 這是我,不管是我個人,或是代表立委,或是代表我曾經參與這個 陳總統醫療小組,或在我參任北社社長的時候,我們承擔起這個部分的責任 那我現在的主席克批他是,我是邀請他來擔任陳總統醫療小組的這個召集人 從他在監獄當中還沒有獲得保外就醫之前,那我們醫療小組就輪流進去探望他 然後我覺得那也是建立後來,後來就是在馬先生時代能夠作為保外就醫的一個基本基礎 那有人再問一下,因為市長有消息傳出,民間黨團院在立院這個比較沒有人數優勢 那私底下有在找白尾來合作,就是希望私底下透過跟白尾在其他議題預算案上面合作 挖這個綠白河的地道有可能嗎?有沒有接觸到這個相信? 妳是還是指特色的問題嗎? 沒有,其他議題 其他議題 妳是有沒有跟進黨委員來講? 因為目前我不是三長,我不是三長 但是據我了解好像還沒有直接很正式的有 這個正式不管是公開或是下長,據我了解是應該還沒有開始這樣做 我應該給你一個人… 跟大家說明做什麼事